好,各位好,又到了小孩子三點鐘,爸爸媽媽送一送這個時間了 好,今天我們來分享一個故事,分享一個什麼故事呢? 大家看看,就是朱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各位小朋友,小孩子想問你們有沒有好朋友? 我相信每一個小孩子身邊都應該有不同的好朋友 好,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朱先生和他的朋友發生的一些故事 好,我們來看看朱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好,朱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作者艾力克斯拉提蒙 好,朱先生的鼻子從來都不會吱吱叫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這些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今天的早上 他的鼻子卻傳來吱吱叫的聲音 不停地吱吱吱叫的 小朋友有沒有試過小朋友的鼻子有些奇怪的聲音在叫的? 對了,朱先生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鼻子會有這麼奇怪的聲音? 好,在吃早餐的時候,鼻子又會吱吱叫的 在公園餵甲子的時候,鼻子也是吱吱叫的 甚至連洗澡的時候,鼻子也在吱吱叫的 咦?朱先生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就很擔心了 然後朱先生就去書教裡 嘗試去找一些醫學的百科傳書 去看看究竟 了解一下鼻子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一個查一下 鼻子吱吱叫的症候群呢? 就是看看有沒有跟鼻子吱吱叫有關的資料 但是無論如何找也好,朱先生也找不到 究竟為什麼鼻子吱吱叫呢? 朱先生就不停摸一下鼻子 摸下去,沒有什麼特別的,很正常 然後他就用鼻孔 深呼吸一下,吸氣 呼氣,覺得很好,沒有特別的情況 到了最後,他就斜眼地看著 就蹬著眼睛看著自己的鼻子 看著看著,就在這個時候 就發現了一些東西 在這個位置 原來有一隻小蟲 站在他的鼻子上高 一路揮手,一路在吱吱地叫 小朋友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朱先生,原來發現 吱吱叫的源頭 是一隻小蟲 好,跟著小蟲 終於找到朱先生的留意了 小蟲就跟朱先生說 你好啊,滋滋滋滋滋滋 小蟲就回答說 滋滋滋滋滋滋滋 好,跟著小蟲拼命揮手 似乎想跟這個朱先生做好朋友 究竟他們做不做好朋友呢? 於是,朱先生就從車庫裡拿出一個單車 想跟小蟲一起去公園裡騎單車 不過,朱先生從頭到尾都很努力地踩這個單車 踩一個腳踏,車走得很快 大家看看小蟲 小蟲很辛苦,拿著椅子 好,到了最後 朱先生這麼努力 小蟲為了補償朱先生的努力 製造一個很美味的蛋糕 想請朱先生吃 但是朱先生把這個很精美的蛋糕 他沒有細心地欣賞過 就把這個蛋糕吃了 浪費了小蟲的心機 好,接著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吃完蛋糕之後 朱先生就跟小蟲去玩這個活動 然後朱先生和小蟲去捕這個棋 好,在捕棋的時候 你看看,棋跟小蟲相比 棋大多少 所以小蟲要很辛苦很辛苦 才可以走到第一步棋 當小蟲走完一步棋之後 朱先生已經睡著了 對了 這個捕棋的遊戲也沒有辦法完成得到 接著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在朱先生睡覺的時候 小蟲就做了一件事 好,在朱先生醒醒的時候 小蟲就已經做了兩件一模一樣的毛衣 即是男生衣 一件就給自己穿 一件就送給朱先生 小朋友看看 這件衣服 剛剛朱先生穿 好,朱先生知道的時候非常開心 因為朱先生很喜歡這件衣服 那他就摸了自己的衣服 但是 這件衣服實在太小了 朱先生穿不到下去 好,接下來 朱先生和小蟲相處了一天之後 發覺很不開心 因為他們怎麼去做努力 發覺大家都做不到朋友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覺大家相處不到 所以在這個時間 他們就互相比似之間道別 走路 做過自己的生活 好,但是朱先生走走走走的時候 突然間過了一陣風 對,這陣風把一張報紙吹到他的臉上高 看到嗎? 遮住他的臉 好,寫著什麼呢? 原來報紙上高寫著 今天有一部電影可以去看 就是海盜忍者隱形狗 會上演 有一部電影會上演 電影在說一些不同的東西 對,他看到的時候 靈機一觸 於是朱先生就大叫 大叫什麼呢? 就叫小蟲過來 從小蟲說 我終於發現到 有一樣東西 我們可以一起去做 小朋友猜一下 是做什麼? 朱先生很開心 拿著那張電影的海報 對,朱先生就想到 就是一起去看電影 於是朱先生 就帶小蟲一起跑啊跑啊跑啊 就一起去電影院 去到電影院的時候 就跟獸片員買了一張票 就跟小朋友 就跟他的朋友 叫小蟲坐在他的耳朵上高 所以就買了一張票 買了一盒爆米花 小朋友知道爆米花是什麼嗎? 就是跑谷 就向這個獸片員買了這兩樣東西 對 因為小蟲比較小 怕米菊就吃得不多 所以朱先生買了一份 就足夠他們兩個吃了 在開場的時候 小蟲呢 很快就幫朱先生找到一個位 對,他們坐好之後 就準備去看了 那知道小蟲坐在哪裡嗎? 坐在朱先生的耳朵上高啊 那他就可以看到 這部電影在做什麼了 在電影開始的時候 小蟲很害怕 就躲在朱先生的耳朵後面 大家猜一下 小蟲有沒有看過 進電影院看過電影 可能小蟲比較小 平時進不到電影院看電影 但是跟朱先生在一起 就可以坐在朱先生的耳朵上看了 對 那麼 在看嘩嘩嘩在那裡叫的時候 當朱先生 聽不懂不明白的笑話的時候 小蟲就在他的耳朵邊 告訴朱先生 解釋一下 究竟在說什麼 那麼 在電影結出之後 他們就一路走 一路討論電影發生的情節 對了 朱先生和小蟲呢 就覺得很開心 終於找到一樣 共同的興趣 一起可以做的事 之後呢 他們就不斷地想 還有什麼事情可以一起做呢 就在那裡 不斷地想 在那裡搜尋著不同的事 第二天 他們去了不同的地方 去了畫囊 畫囊 即是一些藝術館 看一些畫 又去了水族館 對了 水族館 有很多不同的動物 可以有魚 可以看到 然後還去看表演 對 看完那麼多東西之後 他們一起去了餐廳吃飯 還去到動物園 一起在沙灘曬太陽 他們玩得很開心 發覺原來還有很多的共同點 大家都可以一起做到的 當然 他們會知道 有時候 大家會進入不同的地方 例如 朱先生很喜歡玩球 但是小蟲呢 就很不喜歡接球 因為那個球比小蟲大 對了 另外呢 朱先生就很不喜歡找足迷蟲 因為呢 小蟲呢 只要一秒鐘就找到朱先生 而朱先生呢 要花很多時間才找到小蟲 因為小蟲比較小 難找到他 對了 他們都一起度過了很多開心的時光 對了 朱先生和小蟲呢 完全沒有忘記過 完全忘記了大家不同的地方 他們呢 一個 頭很大 一個很小 但是呢 好朋友不會介意這些地方 這些的分別的 好 那麼朱先生 和這個小小朋友的故事 我們就會來到這裡 但是小朋友 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跟不同的同學 小朋友去相處 中間可能大家都有些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 某部分比較厲害 有些東西比較弱 但是不要緊 跟不同的小朋友相處 都會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都會找到一些大家 共同開心的經歷的時間 接下來呢 有些挑戰給大家 好 先問一下 朱先生 和他的好朋友 那他的好朋友是誰呢 好 有三個答案 給大家選擇的 分別是小兔 小蛙 和小蟲 另外呢 還有一條問題 給大家 小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和你的朋友 一些開心的經歷 是的 答案 在哪裏呢 如果你們想到答案的時間 就可以上去 找家長幫忙 去Google form 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會選擇兩位 答對的朋友 是的 他們可以自選 就是一本 賄本 又或者是五十元的 resort Q榜 好 這樣呢 我們會在節目播出五日之後呢 就會選出兩位的幸運兒 是的 那今天呢 我們的故事呢 就會來到這裏 那但是 今天呢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 小朋友 幫忙過 計算一下 我們今天第幾日呢 是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呢 沒有小寶寶 但是我們的小寶寶呢 就幫我們計算了 今天有特別日子發生了 問一下我們的小寶寶先 Hello 童仔兒 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今天我們第一百集啦 哈哈哈哈 可以吃蛋糕啊 很棒 有蛋糕吃 咦 第一百集呢 不知道有什麼願望呢 希望多一點蛋糕吃 每集都有 每集都有 是的 我們一百集 希望大家都 在故事裡面 都能夠有不同的學習得到 是的 也都給我們掌聲 我們這班的小寶寶 在一百集裡面的努力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的小孩子 三點鐘 爸爸媽媽 鬆一鬆 我們就來到這裡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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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